爸爸 妈妈 你们回来了没有 我们在路上了 你妈妈在开车 完了 完了 老公 车车车车你们 先别哄 先别哄 先把安全带打开 安全带 看门能不能打开 快点 快点 打不开啊 用后面那个头枕 用后面头枕敲窗 用力点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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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们的孩子是无法 我们的孩子是无法 救命啊 像这样的汽车热水事件 每年都会发生 能踏上的去 流流无几 汽车意外热水 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指教 今天我就直接把车开到水里面去 来摩椅汽车热水的真实事件 就大家汽车热水后 到底该如何指教 全身多配合 安全人员 大家不要不慌 开开 现在汽车热水 我们世界海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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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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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实践 远远都不知道 倒开车门的一瞬间 是要直送人入车内 人根本来不及出去 就已经完全沉默在水里了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 不仅自己很容易溺水 更是被敲卖车上 汽车热人深乏的希望 接下来我们继续尝试 汽车热水 让它伸 开开 新的车辆已经落水了 我们试一下车上能不能降下来 不行 已经净水 全部失联 你要知道 即使热水后 留给我们的救援时间 是非常短暂的 如果你食用第一种风华 它伸不成干 那么你就会更加的疯了 和很坠 现在车里的水 已经疯了疯了在我们里面见 外面的水位也已经那么高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开车门 肯定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外面的水要很大 我们只能去 想办法破虫 先接运一下这个 安定带好后 不行 不行 这个东西太斜了 完全死不上地 接下来我们运一下这个头枕 还是不能闲 这个玻璃云比我们想象当中也难过 我们来运一下 我上那种红华 说这个头枕超到里面 可以敲出来的 不行 这个玻璃玻璃分析它起 头枕根本插不进去 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玻璃还丢失线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心事多端 如果认为这种情况 车里面有家人和小孩的话 是什么状态 觉悟 太觉悟了 所以现在我们马上要出去了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使用这个热水吧 它能不能先 这个是一个手动画 捞一下两秒 就自动形成一个救生区 现在滴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 从这里面出去了 它底部还有一个安心水 我们试一下 它解剖玻璃 你去一下 我敢保证 在那一刻 如果你的车里 没有自救根据的话 死定了 汽车那时候 为什么会死亡率这么高 致命的原因 不仅仅是被困车里 更多的还是因为历史 接下来我会带一名乘客 再次将车开下手 看一下车上有 随行人员的情况下 我们师傅能够全部获救 走开干 好 现在我们的车辆已经落水 这是我携带的是一个自动化 等一下看到是否能播出到我吗 看到没 机械落水之后 它感应到了两秒之内 就形成一个救生区 那我呢怎么办 你哥们爷爷把手动的 这个吗 对 先播出 好 把那个黑色的棒棒捞下来 我不可以游泳啊怎么办 再捞一下这个绳子 后面有个绳子 好 我们也破窗 这个后面有一个 好 我们现在出去吧 好 好 汽车一旦不是热水 留给我们的时间 付一场打站 任何的应急之势 都不如一个 正确的自救根据 我真心地建议大家 在车里背上这个热水吧 紧急时刻 不仅可以自救 还可以救助他人 不客氣